看到狐女就想问QQQ和SARK比较 现在是否不宜尖手呢? 如果部署买货应该选择什么指数基金? 其实他刚才那两个就是SQQ和SARK 一只就是SARK就是伐木工 就是用来孤契妈 另外就是SQQ就是孤立子 我自己会这样看的 我们自己也有做对冲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反而就不再去孤契妈了 因为他后面的股份的波动很大 有些什么呢? 如果突然间情绪一变那一夹 你夹那扇责瘡 你想想现在很多伐木工的工具出来了 那一刻你只要平那扇责瘡 你被人随时夹得很厉害 但是反而我们这段时间的对冲 都是选择一些大型指 大型股的工具来做对冲 这个应该回答家庭观众二选一选哪一种 但是我们自己就 正如刚才也说到 如果过去这些年纪 我们发觉原来很认真的分析 未必合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不知为什么过去这些年纪 大家是拿一些历史的则 去做参考就算了 那变成了其实去到二月尾 究竟还值不值得去做沽 其实这个真的要小心 因为三月是升的 那我会这样说 如果我刚才说 就是我宁愿在沽那边 不敢沽一些小价 就是小价 那会不会气氛好的时候 就是代表要公的 就是公小价呢 那这个是我现在 即这一刻思考的情况 但是应该 如果套路应该都会是这样的 嗯 那如果是哪一只ETF呢 有没有深述 那反过来 就其实不一定 只是选ARKK这类的 其实ARKK近年出了名之后 就多了很多另外一些 一些很准功能的工具 那我觉得可以去想的 那我举多一个 我免得这么直接 就是因为这些操作很类似 我只是借镜 例如有些相关性很高的 例如其实美国那边 一些太阳能 新能源 其实他们的相关度 其实就跟契妈那边很近的 那究竟会不会夹上去呢 那其实就 因为太阳能 通常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只 那我觉得 尤其是刚好 中国这边的太阳能都升 会不会更加有反应 嗯 太阳能是哪一只 有没有那个 曲是 曲是TAN的 TAN TAN 嗯 嗯 嗯 就是这只大家 如果想反转做 就是拨它反弹 就是这个有机会大事 其实大家都不用急 我觉得 你看着那些气氛 才去买都不及 这段时间 如果你不敢工 但是你又不敢做 你就宽旺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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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